哦 哇 人不让车 车不让人 车不让车的 体验一下 他们的工资够不够用 等一会儿我们去吃个早饭 看花多少钱 然后中午晚上 我们来评测一下 越南这边的上班族 他一天的生活成本是多少 早上熟悉找了一个早餐店 好 现在已经在一个早餐店了 今天的早餐是粉 这边越南的消费啊 其实比河口那边还要便宜 粉的话他只要 3万 然后我这边再加了个饮料了 越南早上确实 是米粉米现在特别的多 这道路的两边都是这种店了 现在才8点多钟 这叫便利的摩托车 这个就是越南的天桥 就这个样子 他这个交通状况确实 不是那么规范了 摩托车太多了 公交站台 我遇两个小姐姐 现在这会儿在问路 什么东西啊 对啊 哎 走了 现在已经走了10来公里了 好像 有没有 没有 5公里 我现在走了5公里 才才不到10万啊 这边最经济最便宜的方式 我还是做公交车吧 这个摩托车大军呢 真的是确实是很 确实是多 什么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完成的医疗水平 我现在在这个点的话车人不多啊 我现在在这个 这边的一个公交器在这里的话 已经人很多了 这车站 然后这边下车 这很多车就拉客了 哦 现在已经坐好摩托车了 然后它已经出发了出发了 这里的话等车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说这个公交车站的话 还是比较简陋 哦 哇 这里的车就是 人不让车 车不让人 车不让车的 你看这里 就是坐车人就这么多 这是一个公路运车 等一下红灯 还是要守一下交通法了 但是看我们这个似乎好像 哎 这个耐心直接冲了 现在这些区域的话 其实这外国人就比较少了 因为这些地方它不是旅游景区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在一个人的话 坐车还是第一步坐公交车 地铁是最有 最嫌疑的 然后的话就是坐摩托车 坐摩托车的话 咱们要这个 这要进行吵价还价的 看到行情不知道 有多菜肯定会赶游客 刚刚就说的石头馆费入到 咱们谈起来十万 不然跑了它 然后如果东西特别多的话 这个时候都打的东西要 坐Texi的时候 打鸟了 因为我第一次来那边的时候 从这个车站了 坐到那个酒店 也是才十几公里 我当时要的二十二十几万 反正是被坑了 在这种区域的话 一般女孩子都很少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一些当地人 他外来人都很少 然后住房子也很少 这边基本上是自己 自住的 哇 你看这里 有这么个厨 就乱沉一锅粥了 但是也还好了 还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道路怎么样 咱们还是要安全地议 能慢一点还是要慢一点 不要让我出门了 穿一些防晒服 我感觉更大的一个作用 还是说 防摔的吧 不然 我说这树这么快 摆在地上的话也是 皮子也会少一次 看这里也是 坐摩托车真的 确实是太吓人了 太多了 这种大的路口 进不上还是要遵守 在交通规则 这车量上太大了 你看我这么多 现在就撤了 好 这脑袋开始缩了 这个板块的高楼大厦也很得 好了兄弟们 今天的话一天过完了 今天大概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消费情况吧 15万 吃点快餐吃点粉 12万到15万 然后坐车 今天是花了 12万 12万到15 麻都27万 然后后面还去喝了点水 然后买点矿钱水 这个大概还喝了点酒 这个大概一个人也花了差不多10万 就30多万了 30多万的话 差不多一天消费100百块钱 然后的话再加上你得住 房租的话 反正便宜的有贵的 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住的100多块钱了 基本上平均下来一个人也是在 30多点 就是130多块钱 好消费 然后如果说你们是穷牛的话 这个东西还可以压缩一下 你比如说做车 做出租 做出租车改成做公交车 甚至说不行 然后的话你酒啊少喝一点了 然后水的话你也不用喝果汁 你就快点放个水 这个你大概至少能节约个 20%吧 然后 房子啊那个租的旅馆你再便宜一点 反正他们说租轻很便宜 啊那个二三十块钱 这样的话可能 你整体的一个开销的话 就能控制在 80块钱左右 这个说实话 还是这样玩的话也可以的 然后有钱的话 这个开销 咱们就不说了哈 你有 这个钱是无理动 你想怎么玩 他就怎么玩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